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乘着五一隆重上映 首日开化票房已急速冲破500万 一举打破多项记录 成为八年来香港电影开化日票房总冠军 影片在内地同步上映 票房更佳 截止首映当天下午两点 内地累积票房已破1亿人民币 超过245万人私入场 成为五一黄金周荡期票房最高的电影作品 电影讲述了八十年代年轻人成长故事 以九龙城寨做背景 这不仅让我们想起曾经风靡一时的港剧《城寨英雄》 香港电影《神岗骑兵》 《重案组》 《功夫》 《追龙》 《外国动画》 《攻殼机动队》 《营翼杀手》等也有九龙城寨的身影 为何导演都钟爱九龙城寨 真正的九龙城寨是怎样的呢 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走进这片神秘又危险的三不管之地 眼前这座以中式江南园林形式设计的公园 位于九龙城中心 其前身便是一被钦差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建立于宋代 本是当时的一个小要塞 位于九龙半岛东北角 辟邻九龙湾 到清朝后期被重建和改良 成为九龙巡检撕衙门的所在地 有数百名驻兵 是清政府海岸防卫的重要军事据点 如今的公园中还保留着原为城寨官府衙门的建筑 以及两尊清朝武炮 依稀可见当时九龙城寨作为军事驻地的身影 1898年英国租建了新建 并于1899年派兵占领成寨赶走了清朝官兵 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时期 大量城墙被拆毁 石块被用于扩建启德机场 二战后 九龙城寨陷入了港英政府不敢管 英国政府不想管 中国政府不能管的三不管状态 城寨逐渐陷入残破和无政府状态 大批难民涌入 逐渐形成在内势力自治管理的状态 大量多层楼宇在没有政府监管和稳固基础的情况下兴建 城寨一度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 以1990年为例 在九龙城寨之2.6公顷土地内 就住着了近5万名居民 人口密度是当时纽约市的120倍 城寨也成为了犯罪的温床 黄赌毒窟以及罪犯藏匿的巢穴 据1955年港英政府的一份 关于九龙城寨非法活动的统计报告显示 当时的九龙城寨内 共有120间监管毒党 20间妓院 5间毒管 16间脱衣无常 三合会也在九龙城寨内收保护费 斗殴等等 九龙城寨也因此被称为黑暗之城 然而 越是黑暗中 越见真性情 生活在九龙城寨中的市井百姓 勤恳奋斗 相互照应 在夹缝中努力生存 黑暗之城 九龙城寨的日语业的作者之一 林宝贤 曾在1987年至1992年间 走访城寨数十次 与中医 牙医 典型师傅 理发师 于旦商等聊天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到 生活在这里的人各有各的故事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经营生活 努力奋进 与城寨外的市民别无二致 直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草迁 两国政府重新讨论债城问题 决定于1987年全面清差 改建城公园 并公布香港法律适用于九龙城寨 才结束了九龙城寨三部管时代 而这份独属于上一代香港人的印记和故事 也随着城寨的清差而逐渐消失 这或许就是导演们喜欢九龙城寨的原因 鱼龙混杂 张力十足 紧张神秘的故事在这里上演 但黑暗中也有人性的温暖 他们顽强求生和团结 正如九龙城寨之围城导演郑宝瑞所说 我们想改变大家对城寨的印象 其实它更像一个大工厂 大家努力工作 渡过难关后建立好自己 留在香港生活